這種艙現在被人家兜出來 總共有五大弊案了 甚至有一些廠商 其實就是已經政府 列出來的黑名單 為什麼可以得標 兩億這麼大一個金額的工程 大家抽屍直播姐來看一下 五大弊案 華雅柯案 還有包括草叉的重畫區域 還有包括我們巴德草地 小快溪的置辦重畫 這個其實這幾天都有討論到 最新的 大家把焦點放在 航空城的草地案 它是我們台灣史上 徵收的面積最大的一個開發案 桃園航空城 總開發面積四千多公頃 從2010年十多年來了 那這個過程當中裡面 鄭文燦他當市長的時候 有七家合作的工程顧問公司來了 現在被發現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有兩家 是被列為黑名單的 那到底多黑 譬如說現在看到 林同仁工程顧問公司 它是因為涉及太魯閣交通事故 不是小事故 不是小黑 是大黑 黑得不得了 那這樣換個名字可以再來 換成什麼 他本來叫林同仁工程公司 把它改成叫中仁工程公司 然後這樣子鄭文燦就說沒有問題 它是合格的廠商 然後另外一家艾伊康公司 它更厲害 更厲害了 赫赫有名 新竹棒球場 加上台南豆腐渣的工程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搖身一變 借私還文就去得標兩億元 有沒有問題 現在要查了 這要請教玉峰 好 其實我們來看這個狀況 鄭文燦在桃園市裡面有很多很多的一個重劃區 然後很多很多的一個案子 你說航空城 航空城來講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說它那個地方 其實我一開始去桃園跑土地拍賣的時候 就是因為航空城 航空城因為那邊要很大規模的一個徵收 所以把觀音旁邊一個草榻 那個時候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說草榻你得尾 草榻就在觀音的旁邊 非常非常 你那時候真的是沒有聽過 現在一坪也要三四十萬 那就是因為大規模的航空城 你要進去之後 你要讓這些人你要搬去哪裡 就搬去草榻 所以你說這些廠商一直以來 有沒有這些風聲 都有這些風聲 那為什麼說他們可以一再的拿到 市政府的一個標案 你想想看 有沒有人去檢舉 其他沒有拿到標案的廠商 也有去檢舉 問題是市政府就是告訴大家說 這是合法廠商 所以他就可以拿到這些標案 反正市政府說了算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鄭文燦他現在卡到官司之後 很有可能華雅科只是第一個 華雅科其實相對單純 他只是旁邊的師弟組 希望跟大家一起合作會 但是包括轉運站 然後包括航空城 裡面有很多很多的風聲都傳出來 如果鄭文燦 明天高院裁定真的是 好 又要發回地院的話 最新消息是今天就可能會裁定了 今天就要裁定了 好 其實進去不一定會比較不好 因為如果真的你後面每一個 每一個把它拉出來的話 你會不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你華雅科是第一案 然後接下來是第二案 第三案 如果你在連環報的話 你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你會一直在裡面 他會變成說一票完到底 如果真的是司法要來 處理鄭文燦的話 你這樣子進去之後 然後再偵辦第二案 然後第一案確認之後 第二案也開始發動 一路下去的話 你要出來恐怕是非常困難 現在林濤當地的議員 要組一個小組 要完全盤查過去巴黎裡面 他經手這些有問題的 土地開發的案子裡面 他特別發表了不自殺聲明 有這麼嚴重嗎 其實林濤查不到 林濤是完全查不到 張上正說願意提供他資料 我跟你講這個沒有辦法 林濤是查不到的 現在只有民進黨 可以查得到民進黨 一路以來他這個脈絡 包括你是怎麼樣去整合 你是去怎麼樣去規劃 你到最後的會議的記錄裡面 你現在張上正 你要拿出來的會議記錄 恐怕都不是真正 不是說假的會議記錄 就是你當初在溝通的 這種狀況 擺不平 比如說白手套不爽 就把你抖出來 對啊 可是你一錄下來的話 只有裡面inside man 裡面的人才會知道 所以現在要查的就是檢調 其實你看華雅科這個案子 檢調真的是非常特別 你要案子死就讓他牽結 你要案子活 他又復活 所以所有的資料 我覺得檢調那邊都有了 林濤你現在要去查的話 其實是查不到的 華雅科這個案子 大家也看到非常精彩 這種真的是很認真 很賣力 連我看了都忍不住 要給他按一個讚 他收了500萬 其實在政界貪汙的案子裡面 500萬其實是非常小的一個數目 但是他貴為大阿哥 貴為民進黨明星級的市長 他還是很賣力 這個2017年9月的時候 他收了500萬 立刻當月9月7號 親自主持會議 快馬加編就幫他打通了 這個任督二脈 然後廖君松這個白手套 還對其他的有意參加投資的人說 我一條邊都幫你處理好 幫你把處理山坡地的解編 處理最大的地主 向行政院爭取核定國家重大建設 處理農地的變更 不管多複雜多難 我通通一手斑棒 幫你解決 然後廖君松這個人 真的是神通廣大直達天丁 這個2017年12月2號 廖君松向總統府陳情 相關的案子要解決 那同樣隔不到10天 這個總統府秘書長吳釗燮 這邊黃國昌拿到的總統府的用簽 吳釗燮的名字這裡 直接回函給廖君松 用字非常的客氣 跟他說你交代的事情 我們已經拜託行政院要處理了 然後非常非常快 12號總統府的簽來 12月19號 卓榮泰立刻回函給他說我們會處理 然後你現在看到黃國昌拿這個是什麼 是廖君松拿到卓榮泰行政院秘書長 那個時候是秘書長 給他的回函 他特別寫要給鄭文燦看的 好 那這些資料誰給的 誰有 桃園市政府嗎 還是廖君松 是不是你五百萬拿了 沒有給人家辦事 人家五十幾億的利益 沒有辦法獲得 所以現在要一個一個看 然後陳世凱告訴大家 我們都按照程序 我們沒有這個黃國昌亂講 我不要瞎掰 看我們說故事 誣陷的劇本 但問題是你自己都承認 你是按照規矩 人家澄清來 你按照相關的規定 來做這些處理 等於說你就承認這些都是真的 真有其事 為什麼廖君松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待遇 快馬加鞭 搭直升機飛上去 然後黃國昌說顯然有人洩密 所以鄭文燦才會把五百萬給推回去 當時法務部長邱泰山 還有陶檢的檢察長彭坤葉 他們都有司法官說的醜聞 這中間到底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 最諷刺的事情是2014年 蔡英文還親自看了鄭文燦 簽陽光公約 承諾不草地皮 要除弊心力 政治的擔當 後來到2018年的時候 鄭文燦還力保鄭文燦 覺得他是選舉當中 非常棒的一個楷模 請教楊敏 我們先從這個陽光公約開始講 那個時候為什麼要簽這個陽光公約 是因為當時國民黨籍的吳智陽縣長 他在縣長的任內 他的副縣長涉入了貪腐的弊案 那時候葉士文 這樣的案件發生 所以你注意看他的陽光公約 他說鄭文燦如果我的副市長貪污被起訴 我就請辭 那他本人呢 他的那個請辭 他的公約是他副市長 他公約有寫說我不草地皮不貪污 但是他旁邊寫了一個辭職書 是強調副市長 不管怎麼樣 那個叫選舉伎倆 可是你看他現在也八年平安下莊 他任內沒有發生事情 結果居然是因為卸任之後 而且是蔡英文卸任之後 這個案子才被拿出來辦 現在問題來了 黃國昌現在拿出來的這些東西 對鄭文燦非常不利 而且不利的原因是什麼 請注意 他的意思是說 鄭文燦不但拿了錢 而且有辦事 關鍵在於有辦事的對價關係 就在9月他給錢 結果鄭文燦親自主持一場會議 這個是叫地方的 地方完了之後到時 所以這個會議點 是有辦事的證據 對 意思就是說你看市長親自主持 而且結論就是要把那個 9點多公頃納入這個案子 那政務上說我退了 而且我不知道包包裡面有500萬 所以我說這些的公文也好 或會議紀錄 黃國昌的動機就是要告訴你說 這個跟匯款是可以連結的 這個在輿論上對鄭文燦不利 再來講到這個總統府跟 這個卓榮泰的公文 重點不是在總統府跟卓榮泰 重點是 我跟你講這份公文誰手上會有 當然是廖俊松 因為上面有廖俊松簽名 廖俊松上面寫了什麼 鄭市長軍艦 他的意思是說我已經交 就是說去向總統府陳情 去給卓榮泰 而且我還拿到回函了 而這個回函 注意 這一份回函 導播帶一下它是副本 副本 對 左上角有一個 他寫它是副本 證本是給誰你知道嗎 內政部 行政院是發函 證本是給內政部 告訴你說有這個陳情 這個叫什麼 交辦 可是為什麼最後沒有成 那個副本還要給白手套 對 證本 因為是陳情案 就是說你還陳情 我已經辦好了 證本是要交給全責機關 內政部去辦 然後白手套拿著副本 去逼仲燦 副本 我認為為什麼要把這個公文 告訴鄭市長軍艦 我覺得只有一種可能就是 他們是講好的 要用這樣的方式 來去讓中央可以有 這個動作 這是一種 這是一種策略 市長願意幫你 但是中央打通關 要靠你走總統府這條路 沒錯 所以我說這一步 他也很厲害 可是你注意 這個是2017年12月 為什麼他現在要公佈這些資料 還給黃國昌 注意 這個上面是有 廖俊松的親手簽名 可是他現在 他連遮都沒遮 對 他現在人在看守所 他自保嗎 我說除非這個資料 除非是他交給別人爆料 否則就是他自己爆料 那他有沒有可能要告訴所有人說 我還有很多資料 所以我說 像這樣的東西流出來 對整個民進黨政府 其實是非常不利的 非常不利 尤其是對鄭文燦 非常 所以民進黨現在有很多人 可能色色發抖 看到他親自簽名的資料流出來 尤其像黃國昌在立法院上面 直接把這些東西都秀出來 我相信看得懂的人都知道這幾份公文 裡面代表的貓膩是什麼 所以佐龍泰為什麼要趕快出來否認 我告訴你 這份公文其實佐龍泰只是一個經手 他就是把案子交辦給全責機關 他只是過手 他不是主導 那誰主導 不要忘了是總統府交辦 總統府秘書長代表的是誰的意見 所以我們這個事情恐怕還有得瞧 你說燒燒蔡總統 這個很難說 就看著我們發展 但是現在可以看到檢察官 辦這個案子的檢察官 現在有各種的狀況出來 同時間我們看到綠營裡面 現在是沙烏社 有相機店PO出了鄭文燦的這個照片 說500萬這麼多錢買這些相機 不要說買 通通可以包色 等於說500萬很多 但沒有想到這一個PO文會出來 我們看是覺得幽默有去搭上時事 但是1450看了就非常生氣 出征他 沒有想到這家公司居然告訴大家 這個員工已經離職了 這也太離譜了 這員工應該要告他們公司 居然因為這樣的事情 要求他離職 我覺得太扯太扯了 那現在也開始生壓二度 真保毀今天晚上 可能會有最新的說法 但是二度被駁回的時候 法官有說重話罵這個檢方 你是摸索證據 法官是過來教訓這些檢察官 那我們同時間也看到前陣子 有這個相關的 有人開始講說辦鄭文燦的檢察官 有過這些被前女友爆料說恐怖情人 這些看起來不知道是抹黑他 還是真有這件事情 新聞越來越多 主角就是這位陳嘉義 他不知道是不是嘉義出身 叫陳嘉義 那現在更妙的是已經有上報 開始講說這個檢察官 居然跟陳曉青這麼熟 你看這個合照多親密 還靠肩合照 不是一般人也 包括這個很早的時候 陳嘉義就說了 他們兩個是好朋友 在PTT上面有無限的互動 徐曉青完全沒有否認 他說去啊 對 我跟他以前就是轉校去的 在學校大學的時候 我們還是好朋友 但大學畢業之後 我們幾乎沒有聯絡 而且他說檢察官如難如去 我怎麼知道他今天桃園 明天台北是什麼事情 而且他說抹黑他也就算了 跟徐曉青扯在一起 這莫名其妙 那徐曉青自己講說 國民黨的立委 昨天在立法院 喊鄭文燦貪污的時候 民進黨立委通通不敢講話 把嘴巴閉起來 他說已經定調鄭文燦就是有罪 敢不敢背書的人 其實真的已經沒有半個人 這對民進黨來講 可是短多長空 請教玉峰 好 我們現在來講 難道現在跟徐曉青的合照 變成一件會被抹黑的事情了嗎 難道什麼事情 只要跟徐曉青合照過 或者是只要扯到徐曉青 就會有問題 我覺得他們現在的概念 我也是覺得滿神奇的 你知道這邏輯是什麼嗎 對 這邏輯是什麼 因為徐曉青的老公的姐姐的老公 是詐騙集團 所以徐曉青的朋友 可能也是詐騙集團 這個會不會繞太遠了一點 我的解讀是因為現在 可能民進黨也覺得 鄭文燦這個真的很黑 可是他故意拿徐曉青說 你們看 你看 其實鄭文燦是被陷害的 鄭文燦怎麼可能被徐曉青陷害 這個拉太遠了吧 他們忘了現在中央執政是誰 沒關係 側衣的思維 這個邏輯真的是很特別 陳嘉義檢察官 其實他之前已經受過內部調查了 如果你覺得他有問題 跟女友的這個事情的話 可能女友會追究到底 後來反正內部調查之後 狀況就是這個樣子 我就覺得你辦案子辦到現在 其實我覺得大家還是要 專注在案子上面 你說這個東西 可是開這一槍 你會不會覺得檢察官 後面可能很多無形的壓力 跟徐曉青嗎 不是我說檢察官 一定會有壓力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鄭文燦當了兩年的市長 他在檢調這塊還有他的系統 尤其在法院那一塊市長 對 法院的那一塊 我是覺得比較隱晦 大家看起來說 他定院一直在幫你 但是我覺得是比較隱晦 但是他在檢調的系統裡面 是大家都知道 根基很深 對 所以你說陳嘉義你要辦 你就一條路把它辦到島 不然的話你在檢調系統 你是待不下去的 你最後就跟吳宗憲一樣 升主任無望 升二省無望 你最後只能自己去當律師 自己找路 或者哪一天去選立委這樣子 當然現在還有包括 我們剛才講到立委賴赤寶 今天成為立法院裡面的 矚目的焦點人物 因為昨天晚上9點多 他自己開車要回去的時候 但我也沒有想到 全台北首善之區的大安區 居然會發生路燈這麼暗 所以有兩個婦人要過馬路的時候 這個賴斯堡的車也要準備 他也是綠燈 要左轉 但沒有想到太暗太暗 現場看都真的很暗 沒有什麼什麼路燈跟照明 這還不是鄉野的地方 是在台北市首善之區的大安區 居然會暗到這種程度 那直接等一下會看到 賴斯堡的行車紀錄器 你也可以發現 他出去外面的景色 真的是一點點燈都沒有 然後賴斯堡他轉彎的時候 可能疑似打了一個哈欠 打得非常大 可能太累了 他說有A柱看不到 就撞上去了 來看這段 好你剛剛看到是賴斯堡打了一個大哈欠 他就左轉了 左轉的時候他說他看有A柱 而且燈光太暗了 所以他沒有看到 但是他在鞠躬道歉的時候 他也講了一下說這兩個女生 就是兩個婦人聊天這個狀況 當然他也被逮到去年的時候他才大罵 有關這次里浪的行人政策 是一個非常愚蠢的一個政策 現在就被大家拿出來罵 左斑馬線也是照樣被你撞 但有人大概講說 是不是到底是電力不足還是怎麼樣 怎麼會這麼暗呢 他又不是鄉下的地方或偏遠的地方 是大暗區 那路燈換成LED燈是不是越暗 越換越暗 所以他可能有局限範圍不大 亮度很高 或者是說他純粹就是便宜省電 那台中也可以看到盧秀院 他有打造光亮的台中城大渡區 藍色的公路 看起來就照明得相當不錯 其實有些偏鄉地方 尤其山路的地方幾乎是沒有燈 每次在那邊騎車開車都非常恐怖 那一樣沒有電或者停電 還有人遭殃的是我們在台中 有所謂的網路的這個 網購的雞蛋平台 但沒有想到 因為太常停電了 所以造成他龐大的損失 加上現在太熱了 雞都被熱死 所以他就變成他沒有辦法經營 很多人已經跟他簽八年的約 只有一顆蛋 三千顆的蛋 本來要拿的都拿不到了 請教楊明 首先我想賴委員他也公開道歉 那確實我覺得像以 這個我覺得什麼燈光太暗 或什麼其實也不是藉口 為什麼 因為即便是大暗區他是在巷弄 他這個轉彎的時間 確實就是該因注意而為注意 包括行人也沒有注意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我在想說打他欠的時候 是不是 眼睛沒辦法看 我本來看到這個新聞 我第一時間的反應是什麼 原來賴委員要自己開車 因為9點 我想說自己有一個服務處 有個司機什麼都可以 可是9點 因為我們現在不能隨便加班 對 我是說他自己可以找一個司機 來幫他開車或什麼都好 因為你知道立委 像比如說昨天是禮拜二 他早上可能9點就在立法院 你看到晚上9點 這樣子非常長的時間 你看 有一個疲勞 這種疲勞有時候就會發生這樣的意外 當然最重要就是 後續的傷者的處理 我覺得賴委員要好好的去處理 他是說已經得到對方的諒解 對 一般都是會可以和解 幫忙出醫藥費或什麼樣的處理 那關鍵在於說 這一次你看到他自己的巷弄 即便是大安區 大安區也有小巷 所以他的這個燈光 確實不夠亮的部分 我覺得市政府可以趕快去加強 那跟LED燈會有相關聯嗎 LED燈他主要是因為 他照射範圍確實比較小 如果你要用改成LED燈 你的密度要增加 比如說原本兩支距離是三公尺 你可能要變1.5公尺 1.5公尺這樣子 這個可能晚上大家就做試驗 大家好 我是謝阿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喔